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而此次游戏却不同 所使用的轮盘拥有特殊的构档 只有投放者才能知道投放的位置 玩法也略有不同 一般轮盘游戏由庄家对决玩家 但此游戏却是玩家与玩家的对决 游戏预演开舍 双方玩家分别扮演父亲和孩子 父亲的制作是将小球投入洞中 玩家轮流做父亲和孩子 一局一换 游戏共设八局 双方各做四回父亲 这局由西田来做父亲 他先将小球投入洞中 而后父亲要以不被对方 猜到号码的方式进行下注 若父亲只在自己投注的位置下注 对方很容易便能猜到小球的位置 但若父亲从一到四都下注 对方就难以猜测小球的正确位置 下注可以是一枚 也可以下全部筹码 所以此游戏充满了无限可能 也许一局就能定胜负 西田在二、三、四、三个号码 分别下注十枚筹码 但孩子最多只允许在两个位置下注 且下注总额不能低于父亲 若孩子所剩筹码少于父亲的下注 赌生剩余的全部即可比赛 作为孩子的秋山 分别在二和三上各下注十五枚筹码 开局后 小球从二号洞划出 双方玩家都有猜中 都可获得筹码 两人根据赌在正确号码上的筹码比率 来均分赌在错误号码上的筹码 此局秋山赚到了六枚筹码 下一轮轮到秋山做父亲 投放后 他将全部筹码各160枚 分别下注在二和三上 由于对方不足320枚筹码 西田将所剩筹码在二和三上 各下注155枚 但这局两位玩家都没猜中 所有筹码都被庄家没收 此时月之国的余额为零 根据规定 只要某方余额为零 游戏便结束 若这是正式比赛 太阳之国已经胜出 秋山得益的说 所以我们还有这样的胜利方法 面对即将到来的正式比赛 女主忧心忡忡 因为他实在对撒谎不在行 秋山告诉他 一个利用两队筹码 差赢得比赛的必胜法 现在两队筹码是522枚 对316枚 你做父亲时 将小球投入一号 然后在此号码上下大手笔 比如赌上330枚筹码 因对方只有316枚 定会赌上全部 然后威胁对方一局定胜负 刚才虽然只是演习 但那种一下子失败的印象 也深深烙印在他们的脑海中 他们会怀疑你没把球放进一号 此时阅诸国很可能会跟住300枚 并在其他号码上放16枚 如此一来 我们会赢得9枚对方赌错的筹码 采取这种策略的好处是 不管对方如何出手 我方赌胜的筹码一定会回到我们手里 最终以这种无风险的方式到达终点 游戏正式开始了 第一局小本座父亲 他投球后 在4个号码上分别下注10枚筹码 之后哽咽地请求女主救救他们 并说自己将小球投到了1号 女主信以为真 在1号下注40枚筹码 结果小球却从4号划出 小本一举赢得了40枚筹码 绩效女主是个笨蛋 太容易上钩了 第二局女主做父亲 他没有听从求深的策略 而是在4个号码上各下注25枚筹码 小本从1到4 挨个向女主盘问了一遍 你将球放在这了吗 并从中观察女主的反应 之后他孤注一致的在3号下注100枚筹码 没想到竟然猜中了 一局赢了60枚筹码 福永慌了 联盟就战术暂停 小本乐开了花 原来游戏前福永曾找到联手 对他说女主有说谎眨眼的毛病 开始他还将信将疑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秋山觉得 小本只在一个号码上下注很可疑 女主却说没有其他发现 于是秋山叮嘱女主 小本的战术是让你动摇 无论如何都不要上他的党 比赛重新开始 小本做父亲 为了不让对方影响自己 女主迅速在2和3各下注20枚筹码 结果双方均猜中 经过计算 女主赢得没猜中的50枚筹码中的34枚 另外16枚归对方 第四局 女主做父亲 投球后 他又是在每号各下注25枚 小本估计从事 分别询问女主是否将筹码放在1到4号中 察言观色后 将100枚筹码全部压在2号上 靠这招又赢了60枚筹码 可给他开心坏了 376对462 越之国已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逆转 第五局小本做父亲 他在1到4各放了一枚筹码 女主疑惑的问 我做父亲时 你连续两次只在一个地方下注 而且都中了 难道你知道我把小球放哪了 说完盯着对方的眼睛看了许久 但最终一无所获 之后在1和2各下注两枚筹码 求是从4号出来 小本赢得了所有没猜中的7枚筹码 接下来的第六局 女主做父亲 他在每个号码各下注93枚 准备与对方决议死战 并将对方之前的胜利归结于几率 于是他把最后的胜利也堵在了几率上 小本心中乐开了花 暗笑女主是个空前绝后的大笨蛋 于是他再次顾忌重施 经过一番盘问后 笃定的将372枚筹码下在4号上 即将宣布结果 所有人不约而同屏住了呼吸 只有小本难掩心中的兴奋 我刚才就知道 你将小球放到4号动了 然而却被现实狠狠抽了一记耳光 小球出乎意料的从3号动滑落 没猜中的651枚筹码 全部归太阳之国所有 太阳之国凭借这局成功逆袭 小本颓然跌坐到椅子上 其实我早知道你会在4号下注 因为我刚才眨眼了 小本不解的问 你咋知道我是凭你眨眼来判断小球位置的呢 女主说 其实我并没有说谎眨眼的习惯 小本明白了 联盟就停比赛 飞奔着去的服用对峙 没错 小侄根本没有说谎眨眼的习惯 他知道你听了必胜法 便会以此来判断 所以小侄开始时故意输给你 现在一口气赢了回来 小本不服气 自己竟然被傻白甜所骗 他扬言要反败为胜 这时秋山搭话了 已经不可能了 你们只剩94枚筹码 就算你将94枚筹码全部下注 也就多一倍筹码变成188口 但是你当父亲的次数只剩一次 这就是你们的极限 我们也不可能输了 小本万年俱会 此时女主去说 虽然你们输了 但我会帮你们把负罪扛下来 因为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你们 而是举办欺诈游戏的事务所 所以我才会继续战斗 就算能多帮到一个玩家也是好的 于是最终太阳之国 以744对94枚筹码获胜 其实秋山在游戏前 就已注意到女主与浮涌的小动作 他认为 该事先与自己讨论一下才好 小侄解释道 瞒着你真对不起 但我不能总想的一直依靠别人 之后帮月之国三人还掉欠债后 奖金也所剩无几 二人将这些钱给了浮涌 方告诉他们 下次的比赛即是半决赛 最后等待你们的会是乐园 若能成为乐园的胜利者 或许可以终止欺诈游戏 秋山安慰女主 放心吧 我一定会毁掉这个玩弄人心的游戏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雨哥下回分解 最后别忘了在微信里搜索的公众号 雨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我会在这里的铁粉专区 提前更新视频由雨哥的公众号里 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 方便查找观看 贵求大家的关注 另外别忘了转发和推荐 谢谢大家